《大刀王武》 《大刀王武》便来跟大家聊一聊 晚清十大武林高手之一的《大刀王武》 他和董海川、黄飞鸿、郭元甲、王子平、杜心武、谭木霞、燕子李三、孙露堂、郭云申 并称十大高手 《大刀王武》本名叫做王正义 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五 又善是《大刀》 这样一来便是被人称为《大刀王武》 他在早期的时候是强盗出身 之后便是以保镖为艳 由于他性格刚直 为人也很仗义 很是爱好劫富济贫 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成为了清末时期京师一代有名的大侠 那么 他又是为什么会去选择营救谭四童 而灵救失败之后 又去了哪里了呢 谭四童决定以身训法 大刀王武因此营救他失败 这里咱们就要从他与谭四童的相识说起了 王武出 身贫寒 从小父亲就没了 由母亲单独带打 也正是这样 从小便是很懂事 经常会帮母亲干活 也得以练救了一副好身板 而他从小就独一功夫 十分的痴迷 之后 得以败在五十里凤港门下 展开全文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之后 也是尽德所学 之后便是在外闯荡了几年 之后 便是自立门户开启了标局 也正是在开标局的时候 结识了谭四童 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谭四童对于其武艺十分的崇拜 而且十分喜欢像王武这样除强扶弱的英雄人物 而王武对于谭四童这样幽国幽民的爱国志士 也是十分的认可 据说 王武还曾教过谭四童刀法 两人感情上可以说是胜似亲兄弟 而在戊戌变法期间 王武也是一直在协助谭四童的 同时也是提供对谭四童的保护 然而最终变法失败 谭四童也被抓入狱 没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武便是召集了不少的热血之士 同时也买通了狱族 准备 将谭四童救出来 但谭四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逃走 最终谭四童决定以死明智 以自身的死亡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而死前留下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对于一个宁愿身死也要明智的人 王武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是选择逃走了 谭四童死后 大刀王武又去了哪里第一说法 在京城沦陷之后 当时的德军要求新政府 将大刀王武之后 参加了一和团交出来 而最终官兵闯入了王武的家中 而这时的王武正端坐在椅子上 就像是早有预料一样 也并没有反抗 之后便是被带到了德军的司令部 最终被枪杀 而为了能够起到警示作用 更是将其头颅砍了下来 让人挂在城门楼市中 认同这件事在被霍元甲得知之后 霍元甲则是连夜从天津赶了过去 将王武的头颅取了下来 送到了王武的家人那里 之后则是将头颅与身体进行了缝合 按照回族人的风 俗进行了安葬 第二个说法 在迪平子的平等格笔记 有这样的记载 十一月某日 有时卯之宅为西兵围困 王武经齐地 奋而与斗 首杀数十人 既已重担过多 遂备值 西人枪杀之 弃其师 而不知为武也 意思就是说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 包围了一个姓石的人家的宅院 王武刚好路过 就和联军打了起来 杀了几十个八国联军的士兵 后来重担过多 被人活捉 八国联军的士兵 就就将他枪杀了 迪平子和王武是同时代的人 所以 他的说法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综上所述 小编认为 王武在营救谭思同失败之后 关于其去向 结局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被德军给杀害了 一种则是与八国联军打了起来 最终被枪杀 对此大家更认同哪一种说法呢 欢迎留言分享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